放完房間之後當然要參觀一下場館的設施啦 從大廳到內部活動都非常適合親子同樂 看看眼前這個真人夾娃娃機夾到的長品 居然還包括老爺的平日住宿券 酒店本身還有很多的設施都可以免費使用 然後第一個我們要先來製作這個 古早味涼粉 覺得蠻有趣的 它就是手壓著蓋子這樣 然後順子在等它就 房間都有一個獨立的湯屋 它有面膜耶 我從來沒有看過早餐有兩間餐廳的選項 哎唷很美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如果你參加他們的水上遊戲就可以免費獲得一隻 歡迎收看不想量體重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不想量體重的Kiki 今天要去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因為我們從今年初到現在都還沒有任何一個休假 然後他就問我說 哎妹妹我們要不要去一個厲害一點的酒店這樣子 所以呢今天我要帶他去 郊西老爺酒店度假去 然後因為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五星級的飯店 還蠻期待的 所以就想說順便開箱給大家看 到底五星級飯店都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就待會見囉 這次我們下榻的郊西老爺酒店 距離台北只有五十分鐘的車程 當然 作為五星級飯店的郊西老爺 從車站到飯店的接駁是一定要的啦 我們剛剛已經搭接駁車到老爺酒店了 那因為我們提早到所以要等check in 首先我在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搭的接駁車他就會直接幫我們把行李送到我們的房間去 進來酒店之後呢 我們也有一個迎賓臨就是小小的點心吧 入住飯店的時候 會有商人來跟我們解說場館的設施以及活動 比較讓我驚訝的是 郊西老爺居然有迎賓泡茶服務 剛剛已經check in 完 先來帶大家看看 我們的房間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好啊 添添 玄關非常的大 然後基本的拖鞋也是有附 不過它有一個很貼心的是 它居然有鞋靶子 然後再來進來的時候呢 這邊有一個基本的小茶水間 然後我姐剛剛跟我講說啊 他們飯店裡頭居然 冰箱裡頭有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好多飲料喔 可是這個 這些酒類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帶著 但是它有 麵膜耶 好酷喔 然後上面的飲料還有水都是免費的 但麵膜還是很厲害 床的部分因為我們是住家庭和室房 所以現在進去以後就只有桌子 晚上五點鐘到九點鐘的時候 會有人來幫我們鋪床 我覺得這點服務蠻貼心的 我們這次入住的和室山景套房 房間大約17坪左右 各式各樣的迎賓點心 讓我的胃真的應接不下 雖然晚上是打地鋪睡覺 不過地上的榻榻米超級舒服 魚肉杯和魚肉枕 還是讓我睡得非常好唷 這邊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一個蠻大的電視 比較厲害的是 房間它有除濕機 應該是在山裡頭的關係吧 然後外面有一個小洋台 小洋台很漂亮 然後有一點比較害羞的是 因為我們的小洋台外面呢 是跟著那個泡湯的地方連在一起的 所以這邊是看得到人家在泡湯的 那當然上面有一個簾子 如果你不習慣的話 你可以把它拉下來 廁所的部分呢 它是每個房間都有一個獨立的湯屋 然後它自己飯店本身 它也有提供大眾的溫泉池可以去泡 小湯屋的話就是可以自己享受就好了 看一下湯屋長什麼樣子 其實空間不算大 可是它也有一個很貼心的池 它居然是用阿圓的 西法魯跟沐浴的 這個牌子我自己都很喜歡 我們家都是用這個的 然後還有一個小木碗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說明 這邊是日文啦 這邊有中文 它有特別講到說 如果你覺得不舒服的話 一定要記得按這個緊急機關 它就會有服務人員上來 我覺得它很貼心的是 它進來這個廁所的部分 讓人感受很舒服 它要擺了一朵 這是真的還假的 真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盥洗包是每一個人單獨獨立出來的 所以像我們家有三個人來 所以就是三個盥洗包 打開來之後呢就是 基本的牙刷 喔梳子 梳子是每個人一把 髮圈 棉花棒 跟日帽 還有一個牙籤 我覺得它的盥洗包看起來真的蠻有質感的 然後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們飯店有提供浴衣 所以晚上泡完湯洗完澡之後 就可以穿這個浴衣到處走啦 這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廁所有 真正的馬桶還在另外一個地方 這邊打開之後就是 叮叮 馬桶 而且它是兩次馬桶 它坐上去的時候還熱熱的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老洗手台 走進廁所這邊呢是 就是剛剛他們幫我們送來行李的地方 他們其實在我們進房間之前的時候就把行李全部都放到這裡了 就很貼心耶 這樣子我們就不用拎來拎去大包小包的 然後在這個放行李的這邊呢還有一個 全身鏡 看完房間之後當然要參觀一下場館設施啦 從大廳到內部活動都非常適合親子同樂 看看眼前這個真人夾娃娃機夾到的長品 居然還包括老爺的平日住宿券 酒店本身它有很多的設施都可以免費使用 然後第一個我們要先來製作這個 古早味涼粉 覺得蠻有趣的 它就是手壓著蓋子這樣 然後素質的粉 它就是 我毛巾 吃起來不錯耶 剛剛做完那個古早味涼粉之後 我們要做香氛糕 這樣子就製作完成了 它是一個馬卡龍的形狀 還蠻可愛的啦 只能說教系老爺真的很怕你孤單耶 除了各種半日遊 成間健行的行程可以免費參加 場館內也有多種桌遊 美式足球 Switch KTV 撞球桌 桌球 健身房等等現實 可以無限次的使用喔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要去打高爾夫球了 好生死的運動喔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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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要爬長長的樓梯 它居然可以在高爾夫球場裡頭 借腳踏車然後騎來玩 你很好奇這個相機弄的 欸 欸 欸 天啊 真的在教系老爺 你就完全不用出門 也不用去逛什麼教系市區 它的活動就超多的 而且教系老爺它本身就有幫你排很多一日遊行程 或者是一些 層間健行啊 瑜伽課等等 都是免費可以上的 根本就不需要移動到市區 超舒服的 跑到去就在這邊 很美吧 到了到了到了 有沒有很美 每個露營車它都還有配個烤肉獎 看你的露營車啊 居然有 給小朋友的游泳池 題外的話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它的安全帽有個很貼心的服務就是 它裡頭都是有一個頭套的 然後到時候你再把它拆掉 下一個人用還是一個全新的安全帽 所以你不用擔心衛生的問題 這點還不錯 腳踏車道旁邊其實就是高爾夫球場啦 不過冬天場地是花 騎完車之後 我就直接去泡足湯啦 我在泡腳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我怎麼辦 等一下怎麼擦腳 它就遞上這個擦腳紙巾 就解決了我的困難 然後它裡頭的薄荷茶也很好喝 我覺得呢 是一個享受級的服務 花錢花的開心 開心開心開心 要不要以後再來 好啊好 來了來了來了 終於到它的重點游泳池 給大家看看 他們還有自己礁吸 會辦一些水上活動 可以讓住客參加這樣子 你看 好妙的感傷 還有 還有 水上 再來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如果你參加他們的水上遊戲 就可以免費獲得一隻 熱狗 熱狗還蠻好吃的 而且它的那個擠醬好漂亮喔 聽起來好像在幫他們業配 不過江西老爺的野天風呂 是我目前看過最大也最多設施的戶外泳池 除了各種美人池 湯犬之外 兩側也有服務人員免費提供 住客 毛巾 籃子 飲料 雨傘等等 無比喔 不過我們今天沒有要游泳 今天是主要來看一下飯店有什麼設施 明天才會一整天都泡在飯店裡頭 享受它的活動 跟大家報告一下 晚上的礁吸也很熱鬧 每一天晚上都會有 音樂會的表演可以看 然後還有抽獎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到音樂會的現場啦 夜晚的礁吸除了音樂會之外 每個週末都會有冰狗夜可以玩 沒想到當天我居然拿到第一名 還拿到音樂價值500塊的盥洗包 喔對對對對對 差點忘記跟大家講 酒吧內有live band的表演 而且夜深人靜不知道要幹嘛的時候 還可以跟櫃台做電影來看唷 大家早安 我現在要去吃早餐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任何一家餐廳 居然早餐有兩間餐廳的選項 一個是自助餐的寶貝 叫做雲天餐廳 然後另外一個是一個brunch的set 雲天餐廳取名字一經 才挑高的設計 一旁的落地窗 將整個藍陽平原盡收眼底 自助餐本身類型也相當多元 從中式、歐式、北式 再到日式 選擇性真的做到演話撩亂 早餐也都是結合當地的食材 不過我對自助餐的評價嗎 我已經進來餐廳這邊用餐 蠻特別的是它的台式的早餐 居然還有蛋餅 它的早餐選項是真的很多而且都很精緻 不過說老實話 我有一點點小失望 因為到現在還沒有一個食物是讓我完全驚豔的 我來期待一下明天的早餐 我們現在來吃第二種選項的早餐 我們剛剛已經點餐過了 很厲害 因為它是吃早午餐 所以它是吃主食類的居多 然後前菜的話會先有一個 麵包 再配一個紅蘿蔔蘋果汁 現打的 第二種套餐式的演播亭早午餐就厲害啦 從前菜的麵包、飲料、沙拉 一直到我們點的主餐 日食梳炸季節海鮮涼麵 還有這一道咖哩牛腩豆 軟嫩的牛肉塊 搭上水煮金香菜 樣樣精緻、樣樣好吃 鹽配菜的馬鈴薯燉肉 也是直接燉到我的心頭呀 吃飽飯啦 很飽很飽 我本來以為會自助餐可能比較划算 沒有想到我覺得這裡的早午餐更合我胃口 這次的住下來的經驗呢 會讓我覺得花的錢非常的有價值 總共三天兩夜 然後我們是三個大人 兩天早餐 然後是兩萬七千塊 CP值非常的高 它這裡什麼設施都有 我完全沒有走出這家飯店 因為我都還沒有完全體驗完它的所有設施 非常的驚人 五分來講的話 四點九分吧 那零點一分可能是在它的早餐 沒有想到那麼好吃 那我今天就錄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唷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